7點18分 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的天氣資訊又來請教惠仙 是不是有颱風生成了 另外明天如果要烤肉的話 天氣如何呢 把時間交給你 好 又生早安 觀眾朋友們大家早 那麼來看到今天的天氣之前 要先跟大家提振一下精神 因為明天又要放假了 所以今天撐過去就好 整體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我們來看到現在 其實在整個海面上 是非常的熱鬧 因為在昨天晚間8點鐘的時候 又有颱風生成 也就是今年第14號的颱風葡萄桑 那麼現在在整個海面上 我們看到在菲律賓附近的海域 還有一個擾動正在發展當中 預估最快有可能 今天就會變成TD17 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還要持續的關注 我們就來看到 現在在西北太平洋 一共是有雙台出現了 首先看到貝必嘉 他雖然對台灣是沒有直接性的影響 那麼現在他抵達的位置 大概在長江三角洲附近 已經開始侵略了 而在白天的時候 就會登陸到上海一帶 緊接著看到的則是在葡萄桑 那麼我們說這葡萄桑 很可能就像是貝必嘉一樣 是他的小根屁蟲 因為整體他們的路徑 是非常的相似 不過整個環境上我們看到 他其實不太利於發展的 未來會往西北方向來移動到琉球海域之後 可能登陸到浙江一帶 所以相比貝必嘉 他的路徑稍微的偏南一些些 而整體來說 他會持續的往西北前進 對台灣目前來看也是沒有影響的 至於台灣天氣狀況如何呢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整體來說 白天各地都還是多雲道晴 只有在午後中南部的山區 有一些零星雨勢 而到了晚上開始環境上吹東風 所以整體陰封面的雨勢就增加 北部地區東半部恆春半島都有雨之外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以及恆春半島 有局部性的大雨發生機率 未來一週降雨圖 我們持續來看到 在中秋節這一天 雖然相比今天晚上 雨勢稍微的會有趨緩一點 不過在整個陰封面還是會有雨勢 禮拜三到禮拜天 整體環境上在低壓帶 所以更加不穩定之外 北東地區同樣的都會有雨 而且午後雷震雨範圍還會再擴大 那麼接下來的天氣 還要再看葡萄桑的移動入境 就會進一步的影響到降雨的地區 溫度方面來看到 今天感受上同樣的非常的熱 特別氣象署持續發布了高溫資訊 看到在台東連續36度的高溫 雙尾地區同樣的也都有36度 要提醒您適時的補充水分了 那麼未來一週整體的高溫 在禮拜三的時候因為水氣變多 所以下降個1到2度 大概變成32到35度 那麼很多人會說中秋節要來賞月 昨天跟大家分享到 在東半部地區北部 其實整體的雲層偏多 所以如果要看到月亮 就要來碰碰運氣 而在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機會之外 在中南部則是最佳的地點 所以如果要看月亮 在明天就可以來多多關注 最後就要來提醒您了 今天如果還要烤肉的話 晚上是比較不建議 特別在北東地區雨勢都會變大 那麼沿海地區今天有比較強的強震風 以及長浪在台東已經出現1.5米的浪高 要多加留意海邊活動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機